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状元 大盘又大涨了70点 来到17,764点 即将看到17,800点 我说现在再去强调指数来到18,000或2万 意义不大 今天标题是改说指数上公万八该买该卖 前几天的标题都是创为亚信 亚信创为 今天本来也是要写亚信大涨 创为大跌该买该卖 但是经过公司团队大家研究之后 标题可能要改一下 看能不能吸引不同的族群 因为既然强哥在16,162点 三角形整理 来看一下 能够告诉所有全国的投资朋友 这叫三角形整理 看一下 应该就是这一张 有啦 当时16,000多 我说压缩到最后了 你一定要把握 17,000压缩完之后整理几天噴出 每天大涨 今天也是持续大涨 所以 最后你就会证实 我当时是跟你讲说赌一把 你赌一把 股票就是要讲未来 因为你懂得未来 你看多你就去做多 做错就止损 你看空也没关系 一旦你做错就止损 然后赶快把方向 角度把它转换过来 只要秉持输少赢多啦 原则上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因为你 像现在带学员 股票操作 第一个我不喜欢股票保持太多档 所以我我一般有时候急拉涨停 我一两天没有再创新高我就卖掉了 其实有些股票 现在行情来大部分股票其实涨多涨少而已啊 我会开始调整 因为自己以前操作原则上都一档 所以我卖掉我就一档做一年 可能做个半年下半年再做一档就两档 就这样子而已 做短线当冲也是都做一档 做完还休息 旅費赚到 或者是什么 假日要请 请亲朋好友吃饭 因为我现在是单身啦 所以还没有女朋友 所以 也说是不是要请朋友吃饭 就当冲做一趟 也不是冲来冲去冲很多档 就看好一档 今天要发动了 就早盘就九点半之前 就跟我现在的习性一样 九点半之前敲净 买了 涨停卖掉 就这样子而已 操作也是这样子 今天标题给他改做指数上工 万八该买该卖 因为团队认为就是 目前 大家心里比较想知道的 既然 你老师强哥 你能够在16162 说是三角形整理 叫人家10月15号 不要错卖 别再放空 其实很多股票 讲到10月15号 这真的是 你要是 有认真看直播 这真的是 你应该要给我按赞 按分享 讲真的 讲真的 我跳出来 我本来没有想讲这个 突然看到我自己 10月 来 跳一下 10月15号 10月15号 10月15号是 来来来 10月15号先跳出来 刚好这里 这里 10月15号来 110年10月15号 第一天 上涨 我跟你讲 不要错卖 不要放空 我为什么突然看到这个 这一天的日期 我要跳出来讲 因为我本来没有讲这个 因为这一天 你看这个很关键啊 10月中就是很关键 所有的股票啊 大部分都10月15号 这个时间 10月15号 到10月底 这个时间开始发动了 你去检视你现在手中的股票 我是说 会标股哦 如果你选的是弱势股 比大盘多的 那不用讲 那哪一天都不会涨 为什么会说你弱势的 要转到墙的 原因就在这样子 对不对 你看我们公司 郑老师 邓老师 汤老师 我这三个老师 是坐我隔壁 因为我们一人一间 独立办公室 人家每天 服务人员都一直 帮他们恭贺涨点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选的就是 行情来你要选标股啊 我现在会调整角度 因为轮动速度快 有时候IC设计 有时候晶圆带 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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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圆股好还是海运列股好 刚好 我那一天他刚好问我 其实我没有 当时我是讲的是 那个高速传输IC 因为盘中即时连线嘛 现场的嘛 他说 有量 强哥你看如何 我那一天跟他讲 刚好起掌点第一天 我跳出来好了 我是没有分享给学员啦 因为学员没有办法做那么多 我看一下 2610 那时候应该在中间这里 上上个礼拜嘛 差不多在这里 11月初 然后喷出 连长10天 他昨天跟礼拜一跟礼拜二跟我联系 你去看YouTube有放重播啦 你看我有我是不是这样现场跟他讲 我说你不用怕 他就一直创新搞 我这个这个这个 强势股就是只是我的学员 我 比较喜欢做我熟悉的有 有 营收 或者是第四季 马上看得到的 我是比较喜欢做这样子 不然这个 这种要做不然是在短线或 或 或当冲 或者波段 这种强势股这很好做啊 每天这种当冲比例又高 现在要 要带来这炭就行 豆丁泥干嘛 我讲真的 就是这么 豆丁泥干 可能 国语也怎么翻 就像桌上拿 拿水果一样这么简单啊 想要吃水果就桌上拿水果 这样举例 好像也不对 反正这个不难啊 啊为什么讲刚才讲到这里 就是讲到 10月15号当初 啊 这一张更早 这一张全国只有我看出来 那这边收盘才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七 全国只有我跟你讲 正价差大盘盆足 三角形整理完上去 现在大家应该渐渐 不管你相不相信啊 或者有自己的 自己的 看 分析大盘长的理论啊 反正量价为主 筹码为辅 基本面坐后盾 看懂趋势 善色停损 口诀把它记起来 就跟 像很多中药的老师傅啊 教学徒一样啊 就是要背口诀 背完就熟悉 熟悉就 判断未来 很重要 我讲过你要知道未来 涨跟跌 趋势是涨还是盘还是跌 很重要 然后你判断出来 然后判断出未来 给自己肯定的答案 我讲过嘛 你看我的节目就是要 讲未来肯定答案 然后赢家的技巧 你一定要确定 你即使错错看错都没关系 涨停损 不要连未来都 如果可能有机会不排除 不一定 转折怎样 也有机会可能会上去 有机会可能会跌下来 到底是有机会怎样 一万八 我有时候也 像我昨天在讲 你学技 不管你基本面 筹码面或者是基本 量价 你千万记住 你都要专严 专严完你把它融合之后 你就懂得操盘 操盘就是 怎么大盘的涨趋势 涨跌看得出来 因为最重要是看得懂趋势 你看得懂趋势 原则上你要赔钱很难 就像现在大盘涨 从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二涨 你赚的 你手中不要是赚多赚少而已 即使你没有买到 强势果 没有买到华航 没有买到创委 没有买到什么 没有买到资源 没有买到预创 这些都是我有分享过的 只是我 很可惜 有的就是说 赚一根两根我就跑掉 后来 后来像 像那个什么 创委 后来创委跟那个什么 后来 创委 亚信 也只有两党而已 我怎么讲不出来 昨天也没有去跟法人应酬 那跳回来 指数 刚才是跟你证明说 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二 谁 跟你很明确的讲三角形成 然后一万七之后喷出 请看YouTube 有你按赞分享 没有你按负评 千万记住 有你要给我按分享 不然你看节目看不看 我都跟你说 说完以后你也不跟我分享 如果 没有你就给我按负评 最好是打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 现在在人家这边跟 跟集团在合作也是要 要努力一点 其实做股票 其实要 要简单 真的太多 有时候像刚才突然一时间 忘记要讲什么 股票有时候多 如果 创委啊今天学员 涨这么多 从我那天跟你讲的时候几块 看一下 应该在中间 嘿 越来越厉害 一按就到 我那时候直播跟你讲 一百十十二 你自己去看直播 今天来到一百 掌停板一百九十六点五 很可惜啊 我早盘卖掉 卖的不漂亮 陆续卖 普惠特惠金带什么都有啦 反正我只讲我学 我只讲手中 手中在直播中有跟大家讲的股票 有讲过你有办法追踪 我就跟你讲 就讲创委跟那个什么 这个我应该要跳上来才对 创委跟雅信 雅信没有 创委比雅信更早进场 诶 这个才对啊 他怎么没有修正过来 没关系 早盘 获利调节了 跟你讲一次 创委 早上获利调节了 很多学员说 姜哥 哈哈 不太早 掌庭板沒有賣到 而且還賣得不大漂亮 每個位員賣的時間點 有普惠特惠 跟清貸 大家都有創委跟亞信 現在手中就是 我講 直播中有講的就創委跟亞信 所以你每天看到YouTube就創委掌庭 亞信掌庭 亞信掌庭 創委掌庭 創委創新高 亞信創新高 大家每天都說這些 不知道要說什麼 因為說太多你沒有辦法證明 我沒有辦法證明給你看 我選什麼股票嗎 應該這樣說不是你證明 是我證明給你看 啊我 操作就就這樣子我喜歡簡單因為太多我顧不來 你就看到創委亞信創委亞信 亞信創委亞信創委 就這樣子 然後今天亞信 也賣掉早盤也賣掉 也沒反彈上來沒賣到了早盤就賣了 因為我都習慣 九點半以前動作就做完了 所以初年沒有出很漂亮但是 因為買的低啊 你上個禮拜一有看直播 原則上 禮拜一是報創委嘛 YouTube直播嘛 免費的喔 再來 禮拜三的樣子 就報亞信嘛 看一下好了啦 喔 亞信 這支不是亞信的 這大盤 我看一下喔 6104 3169 8嘛 有啊對啊 一樣是很漂亮啊 原則上差不多啦 看 我都講學員有的講有直播的啦 原則上都差不多在 10號11號啦 原則上都差不多啦 10號左右啦 應該是啦 確定完 然後分享 10號11號 12號應該也有 應該都有分享 然後今天 獲利調節 昨天漲停沒出道 今天突然洗盤給我打一個跳空 喔 既然你想要洗盤 想要震盪 又來到1萬8了 喔 我會 短線漲幅也 過度啦 過度俏 管理也過大 喔 所以適度的調節 因為這個控盤者 洗完都做這種 他看到我解盤 他就知道了 這種解盤 你看誰在控盤 他的習性不一樣 你看喔 他就是這樣子 你看喔 你看6104 每個控盤者不一樣 6104就喜歡這樣子 開盤撒下來 這個要放大 看能不能放大 開高撒下來 喔 隔天 拉漲停 來 今天也是 開高撒下來 尾盤拉漲停 但我因為漲 乖離過大啦 漲多乖離過大來 首先是來到 指數來到1萬8 然後個股 我們操作的都是 標股 因為創委 雅信你會發現嗎 今天主持人好像要在 Q家精 Q什麼 別的股票 我講真的 其實這一波最強的 就是創委跟雅信 你說其他那個 元宇宙我沒有分享 因為沒有業績 低軌衛星 我也沒有分享 可是低軌衛星有很多通信設備 我認為啦 因為其實很多人 都看的是表面 因為我以前做大陸做私募公司 私募股金公司 我看公司是看到的產業 你看低軌衛星你會說啊 低軌衛星 就是把 將來你在 不管你在海上在沙漠在山上 可能沒有人這樣跟你分析啦 因為他 我不曉得他們 他們對產業面了解多深 他的意思是說你在 在 我沒有補 低軌衛星 我一定要給你解釋 低軌衛星 低軌衛星就是基本 就是 你在山上 或者是你在海邊 或在沙漠 你以前可能 收不到 收不到那個 那個什麼 訊號 他透過低軌衛星 透過 基地台的發送 你在任何地方 沒有死角 你都收得到 為什麼 馬斯克 要發 要去 要去 發展低軌衛星 因為他什麼 他的電動車用得到啊 我講過電動車將來就像 一部行動電腦 所以他 跟一部行動手機 所以電動車 他 涵蓋了電腦 涵蓋了手機 涵蓋了21世紀 最新的 電腦手機網路 所以電動車將來的 夢這麼大 原因在這裡 你以為低軌衛星就是 Focus去5G嗎 就這樣子 或者是將來的5G6G手機通信嗎 不是嗎 你如果看看這樣子你就 了 了 太欠了 啊 改天可以再講第三代半導體啊 漢聯我也分享過啊 第三代半導體最強的代表 今年最強的代表 漢聯我也分享過 那個 還有什麼 漢聯他的 他的 他投資的家經 家經我們沒有分享 中美金 中美金也投資 環球晶 洪捷科 蓬城嗎 蓬城嗎 這些都 第三代半導體可以分享 但第三代半導體 他們目前投資的資金都沒有很多 對營收貢獻並沒有很多 但是 他是一個 他是產業的未來 那可以再 再進一步的探討 你說我講基本面 講的 夠不夠深 我可以前前一倒的跟你講 但我講的是精髓 我不會講 課本上或者是你雜誌或者是 或者是你Google 你得到的 資訊跟我得到的資訊 我得到 跟你的一樣這些資訊再加上我 我 以前 那個生物基金創投的 概念 拜訪公司的概念然後綜合 告訴你他的差異性在哪裡 你看我講 電動車 跟人家不一樣 我剛才講低軌衛星也跟人家不一樣 我講神宇宙也跟人家不一樣 我講真的 神宇宙這個專題我那天來跟 公司 還有幾個把人特別探討 我說他 沒有實現 但是他目前沒實現但是 我可能不一定用得到啦 因為我 的人比較不愛虛擬的東西 但科技就是這樣子 科技無遠佛界 將來你在美國的朋友美國的女朋友 用 元宇宙視訊 就可以互動就不是打字喔 Hello你好 How do you do 不是這樣子而已喔 你就可以 也可以放個強哥的照片 就跟他打招呼啊 這就有趣了 這就為什麼FB 用 文字的通訊 文字 的界面 去做 做那個 做什麼 網路的個人的網 網路連結 但是 將來做這個 他就 不只是啊 不只是這樣子 你FB 這樣看到 他一直這樣子就 就像大家講的 他一直這樣子 他營收就沒有辦法 創新嘛 就沒有在挑戰新高嘛 所以他現在 搭上元宇宙之後 他把FB改成 Meta 是不是 買他嘛 買他嘛 對 所以 所以 是 他是要 產業轉型啦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這根 你會去 聽奇怪你 我整天聽東升東飛 聽非凡在講什麼 跟強哥你講的不一樣 我講應該比較有趣 因為我經過我的想法跟你講 誒 講到一半沒時間了啦 川尾 萬八川尾 雅信 破例調節 現在手中勝利黨持股 原則上來到一萬八 輪動速度會很快 很多漲幅過多的 記住漲幅過多的 或比大盤弱的 記得 漲幅過多的先調節 因為現在有收 有在收會員啦 你不做調節一趟 你一直報一直報 老師啊你整天都沒條的 我哪裡參加你的 我看你的YouTube就好了 對不對你也沒比你 我學員啊 沒辦法啊 我學員 比人家提早買 比人家提早賣 啊有新的 第一手訊息 新的股票趕快分享給他 他才會打0800 370 888 不然他打這個幹嘛 是吧 啊如果自己做自己做就 類似 創圍 第一檔你看好10月 假設剛才10月15號來看一下 10月15號 這個很關鍵的時間啦 我為什麼在那天直播跟你們講 你看10月15號 創圍在這裡啦 是不是最低點 我自己照做我抱著就好了啦 一檔雅興也不用做了啦 什麼雅興華航 什麼資源 我不用做啦 我做一檔就好了 10月4萬 120塊 今天190幾 快200塊 我下半年做這個 你賺五成了 我今年又可以出國了 才幾天 好啊像剛才那個好了 代號對不對 我再看一下代號 因為雅興是要新的 第一次我第一次操作雅興 沒有被那麼清楚 來10月15號 3169 時間的問題 不要講太多 10月15號來看 我說為什麼那天很重要 為什麼在直播鬆獎 我直播YouTube有講 你再重播看喔 叫你不要放空喔 不要戳賣喔 如果有你按讚按分享 沒有你安負評 把它關掉都沒關係 10月15號 有看到 131.5 你看喔 為什麼那天要YouTube要特別強調 你看 245差100多塊 你現在你有會員你不行 出調要下來 出調有的要接 新樂園總不能夠都一樣 那我就看YouTube就好了 喜歡我們的節目對你有幫助打 0800 370888 祝大家操作順利謝謝 今天 Looks like 太過了 darüber 準備 坐 這 哈 船 保ئ 許 說 kepada